大很好 好 交通社區高齡族群 草屯正平臨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康里 與草屯正公所合作開班授課 聘請專業有養教師 立耀社區長輩們一同運動 達到輕鬆學習並兼顧健康的目的 我這些熱靈班的老大人 就是我們社區的步 大家可以到認識上課 大家來做健身 又来做军行饮食的教育 我们就拼成比较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 尤其我们这个政客 都是农村 没有其他的五路 没有其他的休闲的地方 希望这种事 尽量把它推广到乡村地区的老人会社区 我相信是必须将来必须要规划的重点 平林社区位于草屯镇的东部 久久凤三角下 是个标准且淳朴的农村 时代变迁下居住人口逐渐高龄化 借由老人大学鼓励在地高龄族群 学习与运动 激活络社交 让高龄族群的生活精彩起来 阿公阿嬤的运动拉筋 身体的伸展真的很少 刚开始拉 阿公阿嬤都会说 老师很生的 手很生的 就慢慢的 刚开始都会先带身心的舒展 舒展让他们拉拉筋 活动一下 再来就是有一点点激耐力 激耐力的训练 因为激耐力训练完以后 他们通常都会比较累 比较累我就会带个游戏 其实阿公阿嬤他们在跳舞的时候 记忆力比较没有那么好 跳过的通常都会忘记 我们常常练 常常复习 现在都跳出成绩来 起初高龄族群对于社区健康律动班 并不感兴趣 经由平林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看力大力推广之下 社区引发长辈已逐渐喜爱上此活动 甚至以此办为荣耀 社区引发展协会理事长很热心 我们有机会来这里快乐 老外来说话 来这里活动 感觉很快乐 空气我放着 我七时间就来参加 我一直都开桌过 这些都开桌过 这些都很用 心情也很好了 身体也不好 来这里参加这个公会 大家快乐过日 更不烦恼 当时也会 像这些公会 他也在中方 都住在那里 都比较不健康 大家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律动班 兼顾高龄族群养生 及心灵成长 由于课程活泼多元 带给引发长辈 更充实的退休生活 民意新闻 红毅伦 李银轩 草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李银轩 请不吝点赞 李银轩